邻居养了后故意对着我家门把手咳嗽 我把她的所作所为发到公益群里 大家都在骂他们一家 当晚他们儿子死了 邻居要让我偿命 小蕾助手提醒您 门外有人停留 我拿起手机 调出门上的监控视频 隔壁的女人立在我家门前 她见左右五人 扯开口罩 对着我的门把手咳嗽了好几下 然后新马一族的离开了 我头发都要立起来了 立刻把这段视频转发到公益群 Sav祝货 我记得你养了有三天了吧 你干的是人是吗 你知道恶意传播传染病是犯法的吗 微信名为李梅红的账号 发了一长串语 声音尖锐 用词粗俗不堪 你他妈的凭什么派我 你他妈侵犯我肖像全了知道吗 助我对门的邻居说话了 Sav 你这种行为影响的是 整个四楼人的身体健康 李梅红的丈夫刘涛跳了出来 你们咳嗽能忍住啊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 也没人咳嗽的妖怪 大号感冒而已 看你们那怕得死呀 厉害就搬出去住 这一架子都不是什么善差 他们还有个小孩 白天在家里打篮球 往墙上钉钉走 声音动不动就尖叫 还会用竹杆 跳女邻居挂在阳台上的贴身衣 每次上面提醒 李梅红和刘涛都是同一副嘴脸 小孩子天气好动不是很正常吗 闲场 闲场住高档小区去啊 那里隔音好 哦忘了你没钱 没钱你可以去卖啊 我们也报过警 但在警察面前 他们就会装出一副老实样 警察一走 他们就原形毕露 不仅变本家里的制造造影 还让他们小孩 往周围人门口撒尿拉屎 平日里周围邻居 都已经受尽他们的折磨 这次的事件完全点燃了他们的怒火 我对门414的重点男人 我看你们一家才应该滚出去 325 毒溜 一架子都恶心到极点了 刘涛怒不可 老子明天就挨家挨户土坛去 我们家羊了 你们也都别想好过 随着而来的 是隔壁小孩尖利的叫声 他一边就要一边拍篮球 好似恶魔 我正带着耳塞睡觉 听到了隔壁又传来小孩尖利的哭声 然后是通通的撞回声 男人女人的哭 和小孩的哭声 混合在一起 很吵闹 有一瞬间 我恨不得拿把刀 把他们一家都杀了 我的耳塞质量很好 消遣了大部分噪音 能让我勉强睡觉 他们夫妻俩也并不和谐 刘涛没什么本事 还很爱在外面沾花热草 听说还传了病给李妹后 他们俩晚上吵架打架也是常识 第二天凌晨 我是被破门的巨大响声惊醒的 一看手机 才凌晨四点 隔壁又在搞什么鬼 我烦躁的翻了个声 继续睡觉了 等我睡醒 发现李妹后一家在社区群里 发了许多条消息 凌晨三点 刘涛 妈的 是谁把我家门堵住了 李景洪 四二四的 是不是你 快把门开开 我儿子一直在禁卵 医院救护车来不了 我们得赶紧去医院 刘涛 四二四你再不开门 我他妈杀了你 他们一面不觉地辱骂着我 发泄着情绪 全人忘记冷静下来 想想别的开门的办法 好想把我骂死 他们家门就能打开一夜 零三点半 李妹后开始哭着哀求 你们谁来帮帮我们 我孩子要不行了 有一个没有备住房间后的人 冷冷地说 你们家明前有病毒 我们不敢去 三二五 打一一九啊 两个傻逼 李不涛 四二四 别他妈装睡了 李妹后 快开门啊 一一九十五分之后才能到 我儿子要不行了 消防队来了 破门成功 带着小孩去医院了 刘涛再全力挨到我 四二四你这个贱人 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一定让你偿命 现在已经七点四十五分 我一脸梦 关我什么事啊 我恢复到 我没锁你家的门 我总按一时在睡觉 就没出过门 门外很安静 但我不敢开门 一是怕病毒 二是不知道隔壁回来门 怕他们两口子发疯伤害我 我点开门口电子屏幕 发现摄像都不知道怎么了 什么也看不到 我透过猫眼往外看 刘涛突然出现在我门口 面目正宁 犹如厉鬼 四二四 我儿子死了 他手里 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 我试图解释 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 但我的确没有堵你家的门 刘涛堵住猫眼 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静 你先把门开开 我不开 我将防盗链挂好 我没有堵你家门 你应该报警 让警察来调查这件事 把门开开 刘涛队者们全拿脚踢 贱人 你现在把门开开 我给你一个痛快 不然 我非给你拿个一千刀 再给你撩口气 送你去喂狗 我听得浑身发动 拿出手机拨打了摇摇铃 老舅的门摇摇欲转 早知道我当时就应该摇摇牙 连门戴索全部都换了 四二四 我是警察 请开门 救星来了 我赶紧戴上口罩 冲到门口 手已经挨到门把手了 察觉到了不对劲 我看看猫眼 猫眼突然被刀刺传 要不是我反应快退开了 剑刀会直接刺爆我的眼球 戳进脑子里 冷汗已经侵蚀了我的后背 就在我后膀之时 另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 您干什么 他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 您可以开门了 一本警察正从门底塞了进来 男警官名叫杨子清 二十五岁 很是这阴气 我小心翼地打开门 看到门外两个戴着口罩和面罩的警 差点抠出来 警察同志 他要杀了我 刘涛被另一个警官双手检按在地上 我严分力挣扎 警察 是他先害死了我儿子 我们俩七嘴八舌 杨警官试图控制住局 你们俩一个一个说 王女士 你先说 我把手机拿了出来 一边给杨警官看聊天记录 一边跟他讲事情的来龙去门 我昨晚一直在睡觉 直到早上我才看到群消息 但我真的没有堵他家的门 刘涛跟着脖子吼 你放屁 你就是因为我老婆冲着你家门咳嗽 记恨我们 所以才半夜反锁了我家的门 杨警官带着一次性手搭的手 滑动我的手机屏幕 对左外楼里的分车 有了大概的了解 待刘涛说完 他蹲下身看了看425的门 门确实被反锁了 听刘涛说 钥匙都打不开 是消防员把门撞开了 杨警官看到了我的电子门锁 你的门锁有摄像头吗 有 但它好像坏了 一片漆黑 我转过头 发现摄像头上贴着一截黑纸 刚想撕下来 被杨警官拦住了 不能破坏现场 我深深地收回了手 走廊里的监控 也早就坏了 刘涛又开始挣扎了 目自欲裂 恨不得跳起来把我撕了 警察 这张纸肯定就是他贴的 他就是杀人凶手 杨警官皱眉 把他靠上 刘涛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不公正 他才是杀人凶手 你们应该靠他啊 放开我 我知道了 你们看他是一伙的 你们两个都被他收买了 杨警官无视刘涛的发电 一阵言辞 你们两个都给我回警局 刘涛被靠在副驾驶座位上 我和杨警官坐在后座 我的手机震了一下 世租社区群里有人发消息 杨警官到 打开 所以 四二五 你们孩子怎么样了 思一思回答道 似乎是 没了 早上警察都来了 把四二五那个男的 和四二四都带走 有三个人发了震惊的表情报 我昨晚睡得太死了 什么也没听到 哎呀 节哀顺便吧 零红声音起立 你们都是害死我爱的凶手 你们昨晚待会有一个人的帮帮我们 我孩子都不会死 你们都是杀人凶手 思一死 你男人打你和你儿子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每次都在群里喊救命 最开始我们去帮你了 你第二天怎么说的 是我们多管闲事 这谁还敢帮你 李美虎还在控诉 凶手 反正你们都是凶手 没有人反驳 也没有人在表达同情了 这一家子人都不可理喻 警局里 警察盼问了我一上午 到现场搜查的警官 也没找到我的可疑之处 杨警官嘱咐我不得离开本市后 就让我回去了 刘涛因为拿到威胁我 侮辱警察 被惯了起来 幸好 不然我都不敢回出租屋了 当我也得趁刘涛出来之前 赶紧搬走 我躲着李美虎 回到了出租屋 正吃这午饭呢 群里又吵了起来 115 大家都不要开门 425那女的 正在挨家挨户透口水 啊 有病吧 真没有素质 425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 昨晚没人帮你家了吗 你再这样做 我们就报警了 李美虎 你们都是凶手 还是那个没有被煮的人 呵呵 你男人不是说 只是大号感冒吗 真是刀子不落在自己身上 不觉得疼 谁都不是凶手 你们儿子 就是被你们害死的 这人还配了一个 无嘴笑的表情 李美虎在群里破口大骂 其他人也看不下去了 兄弟 你这话就有点过了 要尊重死者 哼 一群圣母 进去都要改被注的 你为什么不改 那人干脆利落地改了个被注 Valio的你父亲 这个人 有点可疑 杨机关没收了刘涛的手机 应该也能看这群消息 李美虎 Valio 我今晚就让你去陪我儿子 Valio 我可不下地狱 我皱皱眉 这人嘴也太毒了吧 第二天 公寓群又炸了 有人发了一张 血淋淋的照片 Valio的房门大开 男人倒在血泊之中 已经死去多时